現在的照片是四個央央背 青少年看照照片的 故事在新北市 去年就一千五百多人 尤其是美生人的比例 是比昨年大大增加九十二% 另一天新北市警方 跟受害者合作 拿鯛錢 誰請手出面 一個手就抓到一個三十一歲的閃煩 大路二十五人 哪走哪台港 一個前三十五人 突然用來一條 為背後申請阿嬤棍 原來他是警察賺機會出手 還有車手路網 警察調查背後的詐騙集團 有騙要表告 現在是像拿一名比海賊 到達一百三十九萬 但是他還沒出來 發起方便跟警方合作 用假情調出竅犯出面 本案以詐欺罪及違反 是前防治法 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同樣在現在是有警察效果 車落在班教車站 擴定有人的狀態有問題 會去車手 暗中通報動輸告訴你 我坐車手的嗎 不是車手啊 這裏邊什麼東西 這裏邊走 錢嘛 都被農場抓到 也是不僵成錢 不過警方雜出 他在一點正正正 為六十塊回覆的人 身上得出五十萬的現金 比海賊表現是為電視工作上 接不到到周信息 現在車手是抓都抓不完 過去不做暗驚 還有有青少年 色賞詐騙 輪費 詐騙的幾分組 犯罪集團 他就不會把車手這兩個字 掛在上面 他會最近我們聽到一些 比較炫目的名字 像是收帳員 雞催小組 青少年其實他們也會認為 只是去拿錢 我沒騙你 所以我應該罪很輕 行方統計 僅僅僅是青少年 色賞詐騙 今年就有一千五百多人 尤其是美生年色安金屬 比逐年更是增加九十一% 犯罪學者分析 不論是青少年 有心 或是無意犯罪 都要強化法治夠有 對詐騙的有態度 成績 可以更認識 不妨礙醫生企業 記者綜合報道